政府為了要提振國內的觀光 要求公務員將國民旅遊卡 自三月起 有一半的費用要用在國內旅遊 但是這次的國道車禍慘劇 也讓政府積極推動的國民旅遊蒙上陰影 陰影陸客縮減公務人員的國民旅遊卡 從今年三月一號起 有一半的費用 也就是八千元要用在旅遊上 但現在專營國民旅遊的蝶蝶花旅行社 在國道發生遊覽車死亡 車禍後 尤其是這次死傷者不罰軍人和公務員 連警政署都有兩名員工罹難 這讓政府積極推動的國民旅遊籠罩陰影 事實上在國內一日遊在國旅市場是常態 學者就分析陸客少了之後 遊覽車和司機業者與其讓大客車閒置 乾脆用低價的方式去搶團 而且大部分的國人都認為國旅就一定要便宜 但羊毛出在羊身上 利潤越少對旅客就越沒有保障 政府應該強制規範業者 除了價格和行程外 就連停留在每個景點的時間 也都應該充分揭露 學者認為以前發生一兩次遊覽車車獲獲 可說是個案 但一再出現如此悲劇 很顯然就不是單獨遊覽車司機 或旅行社的問題 而是長期旅遊運輸業的問題 呼籲政府應該建立有效管理 及旅遊產品把關機制 才能保障國內旅遊安全無余 記者烏鴉與林國煌 台北報導